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很喜欢神通感应呢 不是 我问他好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章谋 下面说 不得外信行善精进之下 这就给我们显示出来 让我们自己尖点尖点 去认真心肠 外表装模作样 现在是个贤人 是个善人 很精进 现在这个下 内怀虚假 内里面不是这么一段事情 怎么知道是假呢 他还有贪 贪爱 这个贪爱 无论是世间法的贪爱 或者是除世间法的贪爱 总会是有贪心 有的人 学佛 折磨了 我都遇到很多 有的时候非常严重 来找我 问我有没有方法帮他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很喜欢神通感应呢 他说是 那我问他好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章谋 主要知道 贪心 魔就得起病了 你有贪心 他就便便把戏来骗骗的 欺负你 你就上当了 什么都不贪 绝对没有贪爱 真佛先前 我的心还是清静 如如不动 那我对你一点办法没有 随了眼见上 佛也在提醒我们 所有境界先前 统统不要理会 这是好境界 你要是一理会 或者喜欢 或者讨厌 全上当 你就中了鸡 你就要受害 就入了魔的圈套 换句话说 你的清静心吃掉 平等心吃掉 这是入了魔的圈套 所以决定要断贪心 要断诚慧心 要断邪心 反而是不正当的用心 都说 唯一是虚强 坚掌 断断 说就太多了 把此在此里举几个例子 如果诸位要正在这上面用功 六族谈尖 值得做参考 六族大使对这个说的也很多 我心难清 四同十一切 虽其三叶 名为杂毒之善 一名虚假之行 不明真实业 我心难清 就是难改的意思 这是我们通常讲 我习清 为什么难改呢 五十戒来养成 这不是一生的 五十戒养成 我们看看婴儿 你看几个月大 一岁的 这个还不懂事 你仔细观察 他有没有贪心 有没有嫉妒性 他就有 跟他同样大的小朋友 你给他堂分得不均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 他就有表现 谁教他的 没人教他了 余生俱来的烦恼 这就有了 那么所以 人一定要靠后天 良好的教育 使他能够明理 假如 我们又受到良好的教育 换一句话说 他的烦恼 随着年龄增长 随着环境而扩大 内有烦恼 外有卧云 内外勾结 他就要造卧业了 怎么防止 谁皆是必欲 像独师一样 虽其三叶 这个内里面 有这些烦恼吸气 没断 还会常常现行起作用 虽然 读了经 也发了心 至尘心 身心 回向 发愿心 虽然 虽然 修佛 身 也拜 佛 这个三叶 身也拜 佛 口也念佛 心也 向佛 可是 他叫 杂毒 之善 这个拜佛 念佛 义佛 这是善 善里头 掺杂着贪嗔痴们 掺杂着我意 这个不真实 这是假的 虚伪 虚伽之心 这就不是真实 虚伪 虚伪 不是真实 心中 虚伪 我们要想真 虚净 虚伪 想在这一身当中 决定 广生 尤其是想将来走的时候 不生病 知道什么时候走 喜欢坐着走也行 喜欢站着走也行 是得大自在 那你就得要认真 虚伪 我们看到世间人 有这种往生认 他凭什么 凭他心真实 那有一丝毫的虚伪 不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把这个虚伪 虚妄淘汰的干干净净 那些人能做得到的 我们也不一定可以做到 如果还是杂毒之善 这个修法 那就不一定 能不能往生 很难受 那要看什么 看你灵命忠实 那一个机遇 灵命忠实 忽然想通了 若念阿弥陀佛 什么也不管了 那这个人就能往生了 想为灵命忠实 这个念头还会起来 那就不能去了 所以这个是未定书 如果平常说 我们修行是真实心中作 不是虚妄心中作 那你自己有把握是决定的 而且味相一定非常之好 这是区别于自己 应该要知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